那接下來有同學會想說直接執行 RUN的時候 但是有些網站 其實這種寫法有一個缺點 就是只能夠這個 對那種比較取歸導舉的使用者留下 但是如果說今天有一些人他很怎麼樣呢 他很喜歡踹 喜歡當駭客 他就會自己怎麼樣呢 去記得那個 轉過去的那個網頁 直接在這裡輸入 就可以直接進去了 這樣不是就是一個漏洞了嗎 以後人家就把那個加入的罪案 直接就進去 根本不需要登入 也不需要登出 就會造成漏洞 那如果說今天要讓這個網頁 不能夠說他就直接透過輸入網址 就可以進得來的話 該怎麼做呢 這邊就必須透過我剛剛講的通行證 就是Section Section 物件 當成一個通行證 那這個通行證 Section 物件 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有點類似像通行證 那我該怎麼去建立Section 首先的話 第一個 我們如果不希望說使用者 直接就進得去的話 那當然我們在這邊要做一些功夫 第一個 把這個地方 Response之前 有沒有 因為我在轉換之前 在lan後面再按Enter 按Enter之後呢 我要建立所謂的Section 物件 那Section 物件的話 這地方 我就直接先輸入一個Section S E S S O 假設我這邊的話呢 加一個Section 按一個空白 瓜 這個Section名稱叫什麼 第一個 我Section名稱叫Name 好了 建一個Section的Name 它的來源是哪裡呢 就是等於什麼呢 等於這個上面 TST的Name 點TEST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建立第一個空情證 就是SectionName 我有了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Section 瓜糊的話呢 就是Pas 第二個Section就是Pas 那它的來源呢 就等於什麼呢 等於TST的Pas 的文字 也就是我把文字呢 都把它丟進去給它 那這樣子又可以建立這個Section 也就是說 確定 建立了 建立之後呢 再來 我要到哪裡呢 如果說有人 有蓄意怎麼樣的 要 直接Key 進來 所以 第二個動作是 在D4這裡 去做判斷 那程式就要記得寫在程式裡 放在這裡 我們一進來之後呢 裡面是空的嘛 對不對 那我在什麼地方做判斷 到底它有沒有通行證 一樣有沒有 在 一般以下 的Patch 當網頁怎麼樣呢 宰入的時候 所以PatchLow的時候 在這裡寫 那我怎麼判斷它 到底有沒有 有沒有通行證 判斷的方式 就是 if 如果怎麼樣呢 Section 這個Section 比如說Section 剛剛我有建立兩個 Section 這個Name 在這裡 我可以提供 鑰匙 給了 鑰匙 有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